21号至6月24号 拉斯维加斯新生老人活动中心举办了 为期四天的庆祝活动 这次活动是为了庆祝新生老人活动中心创建16年 整个系列活动包括颁奖仪式 好声音才艺 时装表演以及游戏和抽奖活动 整个活动由小林老师策划和主持 100多位老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活动在全体起立齐唱美国国歌 以及合唱团演唱的盛诗中拉开序幕 随后为在新生老人活动中心生活10年的 七位老人和生活15年的林坤玉和施玉华 两位老人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新生老人活动中心的信赖 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来安享晚年 今年的好声音比赛是第二届举办 老人们有了去年的经验 又加上近一个月的紧张排练 无论是歌唱技巧还是服装台风 都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提升 最后韩国的Kan Jinan 和中国的张玉英两位老人 分别获得了第一和第二名 才艺歌舞表演精彩分成 长者们表演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主持人小林老师向大家介绍了金 国妹妈妈 手工包粽子 大小一致的绝活 以及她曾经靠卖粽子 供两个女儿上学 以及养活全家的感人故事 还有苏美惠妈妈做的手工串珠 服装设计和绘画也非常的精美 今年参艺表演的压轴戏 是唐伯虎点秋香 有小丸子反串唐伯虎 小鬼反串秋香 表演者动作夸张幽默 老人们都开怀大笑 节目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最后老人们还表演了时装秀并参加 料各种游戏以及抽奖活动 奖品包括毯子 火锅及四台50寸的大屏幕彩电等 每位参加活动的老人都获得了一个便当 手带以及各式各样的奖品 大家在四天的庆祝活动中欢声笑语 都收获满满 新生老人活动中心处处洋溢着欢乐 祥和的气氛 北美华世青拉斯维加斯报道 北美华世青拉斯 Caesar 北美华世青拉斯